如果有个禽兽不如的家人 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女人事先选择了忍耐 可没想到迎接她的 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直到有一天 她终于忍无可忍 杀掉了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2009年1月4日清晨 家住四川省乐山市的王小群 趁着丈夫外出赶集 早早地来到公婆居住的地方 她紧紧地握着一个药瓶 里面装的不是别的 而是剧毒农药 毒属墙 想着半年来 公公带给自己的羞辱与折磨 王小群终于下定决心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等确认公婆已经外出之后 她走进了厨房 忐忑地将药物混进了米饭里 随后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 只要公公吃了那碗米饭 一定是必死无疑了 王小群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功 她的内心除了害怕 还似乎夹杂着些许的期待 那你知道她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据调查 王小群嫁入长家以来 对公婆一向体贴孝顺 是邻居眼里的好儿戏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悲惨命运 以至于如此狠心地杀掉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呢 此时还要从王小群的第一段婚姻说起 尽管她与丈夫共同生活了19年 然而在她的记忆中 那次漫长的婚姻生活 却因为前夫的出轨 充斥着争吵与不幸 之后的日子里 王小群总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和前夫争吵不断 只是她没有想到 原本听话懂事的儿子徐娇 也为受不了家庭的氛围 最终也变成了不学无数的小混混 并且整日和社会闲散人员私混 时常彻夜不归 到了2006年 王小群再也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 最终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然而还没等她从这段 长达19年的失败婚姻中走出来时 儿子徐娇因犯抢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对此王小群深感内疚 要不是自己无法走出 被丈夫背叛的那道坎 儿子又怎么会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于是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伤害 王小群开始外出打工 希望通过努力挣钱 为儿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对于已经年过40的王小群来说 赚钱谈何容易 他不得不思考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而恰好就在此时 一起打工的朋友 将32岁的长兴山介绍给了王小群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长兴山的温柔体贴 给了王小群久违的温暖 这也让他不禁看到了一丝希望 为了儿子出狱后能有一个依靠 王小群最终决定 将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 押给了长兴山 2008年6月13日 两人在交往一年之后 办理了结婚登记 成为了合法夫妻 多年的磨难 让王小群格外的珍惜现在的婚姻 无论是对丈夫还是公婆 他都做到了尽心尽力的照顾 然而他哪里会想到 自己的噩梦也即将开始了呢 结婚一个月后 由于王小群的婆婆突发中风倒地不起 这让本来说好外出打工的夫妻俩 最终选择留在了家里 为了保持正常的收入来源 长兴山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 早出晚归 有时还会加些夜班 2008年7月25日 恰好又是丈夫家夜班的时间 王小群将婆婆洗漱好之后 回到自己房间看起了电视 谁知这时公公也走了进来 一身酒气地说道 你妈身体一直不好怎么办 我也是个人 总要一些安慰的 说着 他竟突然抱起 将还没反应过来的王小群 直接暗倒在地 开始实施不轨的行为 王小群吓坏了 他开始大叫地反抗起来 如果被对方得逞 自己这辈子恐怕就完了 此时 看着公公凶神恶煞的样子 王小群再也没有了抵抗的信心 最终还是堕入了黑暗的深渊 王小群不知道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生活 公公嘲讽的话语 让他甚至没有勇气向自己的丈夫 坦白 之后 王小群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和矛盾中 而经过了一夜的思考 他最终选择了忍耐 因为他不想自己好不容易组建的家庭 就这样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经不起失败了 自己的儿子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情 该是多么的绝望 要是再做些傻事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可是 王小群不知道 默默的隐忍换来的不是平静的生活 而是对方变本加厉的羞辱 之后 为了摆脱控制 他拿出离婚分得的财产 和丈夫搬到了镇上 并准备筹盖新房 王小群原本以为 这样就可以彻底杜绝公共的骚扰 可是事与愿违 那个畜生根本就没有打算 就此放过王小群 为了方便看建筑材料 王小群夫妻在新房的不远处 临时搭建了小单间 晚上也住在那里 2009年1月2日 公公在得知儿子长兴山上夜班后 再次偷偷的来到小屋 欲行不轨之事 看到公公的到来 王小群彻底的爆发了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逞 因为直到此刻 他才明白 自己的逃避 只会让这个畜生 更加的肆无忌惮 于是 他开始极力的反抗 最终让公公受了不小的伤 这才使得这次骚扰 以失败告终 可是 又有谁能忍受 这种被家人羞辱的痛苦呢 半年来 王小群一直在寻找着解脱的办法 他曾好几次想对自己的丈夫 和盘托出 可每次话到嘴边 又被他生生的咽了回去 因为 他清楚 自己只要说了 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 就没有了过下去的希望 那一晚 他始终无法平静 既然不能摆脱 那就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2009年1月4日 王小群在放完药后 一直到了中午 才等来公公中毒的消息 只是他没想到 婆婆也跟着吃了那碗米饭 两人均中毒身亡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 很快就查明了毒药的来源 并将王小群抓捕归案 在得知 是王小群将自己父母杀害后 长青山始终无法原谅于他 因为他不相信 自己的父亲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 之后 这个被王小群无比珍惜的婚姻 最终以长青山提出离婚诉讼 走向了失败 2009年7月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王小群死刑 立即执行 同年 在死刑复合时 经过详细的调查后 确认王小群供述大致属实 最终判处其死刑 缓其两年执行